正業所做的事情 但是我也會去陳述一下 有人的原有這樣子 那我就是不正業 那既然比較講不正業的話 那我剛才會從我之前正業開始講起 那我本身是工業設計系畢業 那我後來剛好就是 然後是不實斷的事 畢業之後就有 是屬於那幾十% 就是有做本業的那個正業的表情 那我之前在台東地區 就是一間上市公司做傳產科技 就是健康網絡之類的 然後相關的外型設計 那我既然從整業切入 那我就是分享一些 以前所做過的一些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 不然如果是 依照一個設計的方法 去跟他做個分享 那我就先舉個 在2011年我去台北設計廠的時候 然後去做了一個安利剖析 那當時要交易報告 那我就是有做一些 相關我們在公司裡面 全做的設計方法這樣子 那事實上你現在這個新年 包括我現在從上這個產品來講 然後還有我們的滑雪、鍵盤 還有我們的塞氣周邊的 事實上大家看到這幾年來 東西都越做越小 那這個有次於就是電子產業 然後就是一直基於開發 然後相關的這些技術 那我以前最常被主導 問到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東西可以再補一點嗎? 可以再想點嗎? 那這個東西再補一點再想點 它其實它會有它的極限限制在 那你要再去做過多的設計的話 其實事實上在產品方面是很有限的 那所以你們就要去想一些很奇怪的方法 那這個是在2011年一個韓國得獎的產品 那它是這個行車記錄器 前兩年很燙的東西 那我們有看到我們前的CUC都是有一個營養模擬 那它就是沒有 那它的大小 跟一顆雞蛋一樣大 那所以講說我們就從這個東西去做一個參與解析 因為這裡是我們是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事實上這樣子這種市場的東西 它有很多的電子機構連進在裡面 那事實上你們做的東西 你們所做的設計在外型上面 其實就有點少了 它現在才見很多 那外型的結合構成 我們看這個東西 這東西以它的前世來看的話 它就是長這樣子 那它的外型就是 它外型還是其實就是一個人家有提醒的 那下視 長毛型測試 後視 那電子機構構成 你剛剛我們看到的外型來講的話 事實上你看它的前世 它就包含了 鏡頭跟它的電子零件 然後還有在上面查查 它其實已經站滿它無數的外型 那測試來看也是 就是鏡頭、電子零件、常常 那事實上外型 到底是要去遷就電子機構 就說依照需求、依照創造外型 如果今天它這樣子的東西 零件在這些東西裡面 它就是只能這樣子的話 那你還能錯過多少變化在上面 那所以我就是這邊 就是依照 不好意思 依照這個東西 其實去舉出三個案例來講 就是包含 怎麼樣去形塑它 它有可能的 從最一開始的 最原始的造型 它有可能產生怎樣的變化 這就是做設計的形容的方法 那你相同也去改變不同的提案 那剛剛就我們看到的 它可能是一開始 它就是有它的電子零件鏡頭 然後查做出來 可能再上上面 一個下面 然後 像TOS的B 就是它把 那個鏡頭零件 它把它長成 跟它外型一樣 就是有圓景的效果 那C 它可能在 再多爭取一些空間 然後做更不一樣造型的變化 那再來呢 就是依照鏡頭 它可能會有些需求 就是本鏡頭 它本身 本身有些焦距的問題 然後還有就是 它可能在展 例如說像 A的部分 它就是可能完全不相關 它就是給了一個功能器的東西 讓它有 可以 可以錄像的地方 那 B 的話就是 它可能稍微改變一下 那 C 的話 也可能再把 我們剛才所說的 它做提醒的導入 然後讓它來造型 跟廣告 那之後這個東西 當然你買產品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LOGO 像 Apple 它本身 就有一個蘋果 它去點綴它產品本 這麼一個 有點像是 LOGO的東西 或是說 形狀的東西 讓這個東西 更亮 更新鮮 那你放在不同的 不同的形塑上面 它就會有不同的效應 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C970 你把大方向的部分 結束之後 再就是 依照功能需求 你會去做一些變化 那 看第一步的話 它就是 因應它的功能性 然後產生不同的地方 那第二個部分 它就增加一些細節 像是說 我可能今天就是 長方型的部分 然後再增加 讓它變成體狀部 但是 問題那個地方 有USB 所以它的功能性 是合理化的 那 可能有些地方 像它有音源的輸出 或是它有轉彈部分 你就要適時的 依工的性 去做不同的變化需求 那當然 這個東西 可能會影響到 你到時候生產 然後跟 模具開發的成本 像跟老闆相關的問題 那最後就是 加上配色 然後跟老闆的東西 加上裡面 你的規格要增加哪裡 那裡面是要什麼配 然後分件要分在哪裡 然後這些 那事實上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都可以去做很多的嘗試 跟 跟測試 然後還有溝通 然後最後就會產生 一個比較屬於 比較合理 比較好看的產品 然後包含前面 然後還有可能 符合它口 所以它今天就是 情的記錄器 所以你應該要給它一個 然後再生件 然後錄一件 那可能件 你如果越多件的話 它可能在使用上 就不妨別 那所以你要去試 就是搞說包含 使用者今天的部分 你要你可能 再一次按兩次 還是下一首 或是槓之類 或是說 眼睛可以錄的部分 你按兩下 就是這樣停 這樣子 然後再包含 就是 模具生產的時候 有一些顏色的定義 然後 依照這些定義 你可以去這加一些配色 然後還有一些限制材件 你要用什麼樣的材質 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效果 你要不要打老角 你要不要打斜角 這些都會影響到它的視覺性的效果 所以當你跳過 該產品 既有市場印象的時候 市場會聚焦 寫成一些不一樣的話題 那些東西就會產生 跟你原本看到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感覺 這就是型格記錄器 我們很少看到這種 樣子的型格記錄器 它其實就是 功能極大化的 我們用行程記錄器 它並沒有 並沒有 並沒有 並沒有像我們所看到的 有模擬特級的記錄器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呢 因為其實做設計的方法 跟我們的生活 跟我們做任何事情都很像 因為你當通常看那個東西 你先問你自己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那 為什麼之後 你會去嘗試看看 嘗試看看之後 你才會得到怎麼做 那事實上在做這些過程 因為你常常都是在做這個三個循環 我這個東西放這裡好不好 為什麼這個東西 要放這個地方 然後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那它有什麼限制條件在這裡 那我要做更多的東西 才能達到 達到 這樣的效果 那如果不行的話 我是不是也能打 打掉我們 以往的認知 然後去做不一樣的嘗試 那我今天講那麼多那麼深厭的東西 其實上次要講的事情就是說 為什麼會出來不爭執這件事情 因為我發現 在所有的我們所執行的任何事情 包括創業 包括你的創業想法 包括你去做任何事情 都是一樣的 當你到最後一個商業模式的時候 你會為了要讓你可行性的東西 或者說你們賺錢的東西 要有一定的效益 你一定會找更多人來執行你的想法 那你的想法 如果今天更多人執行你的想法 這些人 他是很不要很挑口 一直在重複我剛剛講的 試試看為什麼 試試看怎麼做 然後每天問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我們可不可以試試看怎樣 那事實上 這樣子會影響整體的運作效益 那你可能今天開一間公司 你自己也好 你每天做一件事情也好 你每天就是在處理這些東西 所以走到最後一個公司能營運能賺錢 到最後一定會有80% 一定會有這樣的需求 需要犧牲在那部分上面 那他就是所謂的SOP 那這樣你公司才能把你的人力資源 做其他化效益 然後能賺到錢 所以當初我為什麼會去票拖出來 然後去做 就是我不想再上班 然後想要去嘗試各方面不一樣事情 就是在於這裡 因為我跟公司的提示去抗爭 我覺得應該要怎麼做 應該去嘗試更加不要心的東西 然後就去讓一個合理性的東西 更趨勁合理 更...對 所以我覺得SOP其實太有愛好處跟壞處 那如果以我個人的人 在歷練來講 我想要跳過出來 然後去看看這個世界長怎樣 然後去結束那種事情 好 我們報告到最後 謝謝 就跟我們說 了解 請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